快點吃吧 會餓的 又要煮熟了才能吃 你餓了我會心疼的 放棄 還不吃嗎 你不吃 是不是想讓我再親你啊 不必 我吃就是了 此處的蛇真是聰明 還知道挑剪自己愛吃的東西 你都睡了七八天了 還不醒過來 這還沒到冬天呢 你怎麼就冬眠了呀 你醒了啊 我還以為你要睡到明年春天了呢 你看這床被子 好看嗎 我就等著你醒過來給你看呢 太鮮艷了 我跟你說 雖然鮮艷了一些 但是我就喜歡這種大紅色 你看我平時穿的衣服 也都是那麼肅靜的 偶爾換一下不好嗎 你雖然長得不太好看 可是這穿衣品味道也不錯 比起那些女神仙的雲端才藝 這些素衣才最好看 你的仇善呢 我不在時 可是發生了什麼 你知道嗎 雖然現在是九月 還不是特別冷 但是我聽說 我 喂 你不要再拖了 就是因為怕我 你一個未出閣的姑娘 在我面前快衣解帶 成何體統 給了我這床被子 我們一起蓋上就不冷了 來 這樣就不冷了 睡吧 這樣就不冷了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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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玉清昆仑石 是個厲害的法器 你一個犯人竟然無法用 丟了也好 免得浩水保護照射太多 花只为你依然留恋 瞬间年月只为花开那一年 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 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 瞬间繁华只为你依然留恋 当初我就是在这儿捡到你 捡到你的时候你奄奄一息 望你回去你都没醒 以为自己捡了条死蛇呢 我在此处养伤 原本是三人也就痊愈了 没想到被你抱走 涂了腐肉草 至今伤口都没长好 不过跟你说这些 你也听不懂 这里你想走便走吧 不过你要是真的走了 连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小翠鸟 小翠鸟 你受伤了 你跟我之前走失的那只很像 你不介意的话就跟我回家吧 这只鸟很可怜 我先带它回去了 对你而言 我跟这只翠鸟有什么区别了 我先带在家里做事 我先带你去吧 我先带你去吧 你带你去吧 好 你带你去吧 你一个未出口的姑娘 却与天族太子同装 共争了三个月 我若是不娶你 怕也没人再敢碰你了 你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好东西 你怎么了 完了 完了 这些草药 是给翠鸟还有小黑蛇用的 也不知道人能不能用 你不要动 不要动 你刚刚流了好多血 你没事吧 姑娘不必担心 只是小声而已 你还小伤 你 你一直都在流血 你 你在这儿待一下 我要马上就弄好了 你等我一下 我 我还没帮你清理伤口呢 等我一下 你 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 你 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 你 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 好了 好了 我 我帮你吧 我帮你擦一下 有点疼 你忍着点 我帮你擦一下 我帮你擦一下 你过来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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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帮你 我帮你 你帮你 疼吗 我去帮你换一盆水吧 莫非我做得太过分了 他怎么哭成这样 我去给你请个大夫好吗 我还是帮你去找个大夫吧 这些药只能用来医小动物 我看你这伤口这么深 我怕 你的伤好了 伤进全好了 怎么可能呢 可是刚刚 我 素闻东荒俊极山 有起草 是疗伤生药 莫非姑娘给我用的 就是这起草 我草药是随便采来的 我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起草 那 你可还有内伤 姑娘说得对 内伤很重 为何会伤得如此重 是有仇家寻仇吗 鲁豫妖怪 就颤抖了一份 妖怪 这里有妖怪吗 姑娘不知 这山上有很多妖怪 我在此住了数月 从未见过什么妖怪 那妖 你 你这么难受 还是别说话了 先躺下吧 也好 多谢姑娘 我去帮你弄点吃的 好 我在山下用一筐枇杷 只换了很少的米 也没什么菜 辛苦姑娘了 来 好 看你这样子 还是我喂你吃吧 不敢劳烦姑娘 没事 反正我平时 也经常照看一些 受伤的飞禽走兽 不麻烦的 姑娘供人心事 这山上只有我一个人 在居住 镇子又远 与其说是收留他们 不如说是让他们陪我 否则只有我一个人 实在是太孤单了 我看你伤得这么重 不如你先留在这修养吧 反正我换的米 应该够你吃上几日 多谢姑娘 你的呢 我 我今天 煮的粥好像不够多 你要是没吃饱的话 我再去帮你找些果子来吧 姑娘 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 客服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我既无名字 也无家人 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 也没有朋友 既然如此 我送你一个可好 你送我 姑娘穿得如此素衙 素素两字 与你很配 素素 素素 好 那我就叫素素 谢谢你送我名字 我去帮你找果子吃 姑娘 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倒是忘记问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叶华 叶华是哪两个字 你 你能写给我看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看多多 mote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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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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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会不高兴呢 还有 我忘记问你 你是否有婚约在身 在镇上 我看到像你这般年纪的男子 都已经娶妻生子了 你是否有婚约 素素 我家中的警官很复杂 实在一眼难尽 不过你只要记住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妻 我既娶了你 就不会服你 好 我信你 这个要你夫君亲自掀开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就跟着我说什么 我觉得有点心慌 没事 不就是拜天地吗 好了 来吧 我叶华 在这东荒大泽 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 自今日起 与素素结为夫妻 生生世世 倾心相待 无论获福 无论获福 永不相亲 我素素 今日在这东荒大泽 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 与叶华结为夫妻 生生世世 倾心相待 无论获福 永不相亲 未经许获福 黄黄 未经许获福 口味 未经许获福 少姐 非 更多 一步 甚至 百分之 未经许获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既已成了亲 有些话我便要说在前面 你说 我们既已对东荒大择立了势 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 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 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 眼里容不得沙粉 你若负了我 你便如何 你若负了我 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 我会弃了你永不相见 我若负了你 你便弃我 那岂不是正好成全了我吗 我并未与你玩笑 素素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你遇见你的美月 如清风明月 如清风明月 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 我绝不负你 我绝不负你 如盼流连 如时光搁浅 是重逢 一如初见 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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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米团子 你在扒什么呢 拔草啊 夫君说这边杂草下面藏着的珊瑚 是东海海底有漂亮的东西 我没见过 就想搬来看看 夫君 你是天族的人 是啊 你用这个扇子扇吧 用这个扇子轻轻一挥 这些草就都能被吹飞了 这扇子真漂亮 像是我仙家的东西 高岩 破云山 等下 你们再赶紧检查一下 青丘的那位姑姑马上就要到了 千万不能有强光透出来 是 我是不是闯祸了 闯祸得不止你一个 擅自是我给你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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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要抛下阿丽和福军啊 小仙君可是认错人了 叔叔 福军 师父 不 他不是师父 他不是 放肆 你不知错诊了 他不会像你如此极眼离色 冒犯 先有客套得很 杨卿生气了吗 哪里 那我们走吧 杨卿 阿丽 告辞 杨卿 杨卿 他跟喜无功里面 娘亲的画像很像 喜无功 无非 他就是天族太子叶华君 快 父君 快点 父君 这是娘亲住了十几万年的地方吗 不错 没想到 娘亲竟比父君年岁大了这么多 父君应该很遗憾吧 没有从小就陪在娘亲身边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姑姑她老人家不在狐狸洞 我知道她还没回来 那殿下知道 姑姑去哪儿了吗 她是从东海逃走的 逃走的 这姑姑是得罪了什么人了吗 不该啊 她熬了十几万年 也熬成了上神 这四海也没什么人怕的呀 逃什么呀 我还有些事要处理 先请阿丽留待生 小天孙 这实不得实不得 我自己怎么能带得了小天孙呢 我很好带的 给我一杯清茶 两本书就好 我娘亲平时喜欢看什么 都给我拿来 小天下 你别开玩笑了 我自打你那么大 就来了狐狸洞 压根就没出过清秋 我怎么知道你娘亲 你喜欢的是什么呀 白浅上神呀 就是我娘亲 她喜欢看什么我就看什么 小天下 小天下 你慢点 小天下 娘亲 娘亲 你说话不出 因为昨日说好 要同我们一道回天宫的 明明谷万死 姑姑明明谷好生守住清秋 可太子殿下的盗拦 我实在拦不住啊 明明谷 清秋责罚 一华君也来了 父君说娘亲不愿意同我们回去 是怕一直住不惯天宫 这没什么 我和父君搬来 与娘亲同住就是 只要有娘亲在 阿姨是哪里都住得惯的 你要搬来与我同住 你父君也要一起来 姑姑 淡定 这也是有先例的 先例 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 老天君为她定了本家的表姐 做太子妃 天君不满意 老天君一直天使下来 就把她罚到了姑母家府上 去关禁闭了 没想到一个月之后 竟生出了情义来 便回了天宫 唯一装美谈 美谈 对啊 叶华君 来清秋小柱 自是名正言顺 谁也搏不了她的趣啊 我倒觉得她此番来 是来找我麻烦的 姑姑在东海 惹了叶华君 我棒打了 她与那东海公主的姻缘 那 叶华君还不在 姑姑还能躲上一阵子 她不在 她把小殿下丢给我之后 就走了 娘亲爱你有事不 你那里可曾留下饭时 不曾 小九呢 她在不是有人做饭吗 你走了之后 她就随着你去凡间报恩了 又去报恩了 莫非是东华帝君 罢了 我们先带阿黎去蘑菇集 买些吃的吧 嗯 来 她为了东华 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 三百年前回到我府上 被我吊起来打了两次 才算老实的 她若在你府上 就给我勘劳了她 这天上一日 凡间一年 最多不过两月 小九也就回来了 二哥该不会察觉 小九啊小九 你可要快些回来 否则 这次连姑姑也保不住你了 姑姑 姑姑回来了 怎么不见凤九殿下 往来都是小殿下 给姑姑挑果子的 我快回来了 这太甜了 姑姑 我娘亲这样年轻美貌 你做什么要将她 教得这么老气呢 姑姑什么时候 添了个小娃娃呀 昨天呢 哦 原来是姑姑的小殿下 蘑菇集里面 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 不知道小殿下 你可喜欢 小殿下 娘亲阿丽想要这个 拿吧 了 好 姑姑 大丰收了 怎么还愁美不脸呢 就是丰收才不高兴啊 姑姑 丰收了就只得见呢 去年结得少 你们也赚了不少 果子看起来不错 你挑水果的功力 是小九清传的 你来挑吧 那这家 正要半筐吧 叶华君 你来了 刚好 今天中午我们吃枇杷 要一起吗 阿丽是他长身体 你就给他吃这个 你喜欢吃吗 喜欢 哪里找得到一些肉食蔬菜 这个枇杷还要不要 要 你看这个 你看 这小娃娃馆咱们姑姑 叫娘亲了 是啊 还把这男人叫父君呢 姑姑 姑姑回来了 这两条鱼啊 是小的孝敬姑姑的 姑姑回去断了 将养将养身子 多谢 他一个人照看儿子 确实该补衣服 去做饭吧 姑姑 姑姑 你明明知道 明明知道 我不会做饭了呀 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你连天雷的劫都立得了 我看好你 感谢我饿了 姑姑 你饶我一条小命吧 我是米谷书间 我最怕火的呀 我知道啊 但我又没让你 把自己当柴火去烧了 阿里又饿了 我实在想不明白你 明明清秋是个仙香 却被你治理得 像凡剑一样 男更女之的 见不到半点仙术 到法的影子 若什么事 都用仙术来解决 那不是太没意思了 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 我还想着什么时候 给他们背个战场 让他们意思意思 互相打几架 免得闷坏了 那倒挺有趣的 到时 我牵几枚天将 来给你出出行 我受伤了 我就说我不会做饭吧 姑姑 看来这一顿还是算了吧 反正我们不吃也没事 那屯子怎么办 嗯 明古 速去凡间将凤九抓回来 说青秋出了不得了的大事 可我找不到他 姑姑 那这样 你去狐狸洞口贴个招式 就说狐狸洞需要雏娘 现在就用 好 我现在就去 这样就好了 收个火添个柴总会吧 再多添尖水 先夫人尾时好厨艺啊 将叶华君调教得如此好 游客 他们那夫人早已魂飞魄散 今日提起来 岂不是接人伤疤 他同你一半 只会在我做饭时烧火填寒 也不知道遇上我之前 他在君旗山怎么活下来的 怎么不说话了 怕你伤心 不知道说什么 素素 你看 都伤心过头了 都将我叫错了不是 你去过东荒吗 东荒 我 昔日我和十六师兄去东荒玩 这太子该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 猜到我是四婴 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 来狐狸洞常住 想要找回师父的仙体 这么看着我干嘛 依恋心虚的样子 没有啊 你这个菜快做好了 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这个样子倒是挺像个厨子的 先不管他 我就不信 完了七万年的事情 能被他查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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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再要为 再要为阿弟就变成皮球了 嗯 变成皮球多好啊 这样为父带你回天空时 都无需同意 将你团起来滚一滚 就能滚进你的情人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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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坏人 柳姐你倒是找了好靠山 没事啊 倩倩 来 你要多补一补 阿黎 来 你要多补一补 嗯 你还有什么 担心 嗯 反正 等一下 你再多打麻烦 你还要多补一补 一补叔叔 你要多补一补 一些补 与家 你还要多奥一补 你到底要多补一补 哦 米谷 去把之前四个的房间收拾收拾 好 我现在就去 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应该要回报你才是 你需要什么忙 你可以告诉我 能帮的我都会尽量帮你 我没什么想要的 你真没什么想要的 那 我便先回去了 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 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你想要我 当我没说 我 我还是先回去了 叶华 这 这难道是日游所思夜游所想 我对叶华的心思 竟已经 已经握出到了这个地步了 我 我的衣服呢 我先麻烦 有法术变错了 有法术叶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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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和我一起 我要和你在一起 今夜也许是我这一生 最后一次完完整整地拥有你 哪怕你的心里只有末月 哪怕你的心里只有末月 怎么还没睡 是 以前 总听四哥竖起你的威名 说 只要有你的战事 没有不所向披靡的 怎么与娇人族那一战 你却差点灰飞烟灭呀 若不是我故意放水 你却去娇人族 如何能伤得了我 为何要故意放水 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 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 唯独羡慕我二叔 他和绍兴私奔的事你可曾听过 他和绍兴私奔的事情 你你忘了 我可是当事人之一 二叔求仁得仁 虽然过程坎坷 但是结果最终圆满 天君虽宠爱他 却从未理他为太子 没有了太子这个身份的束缚 他脱身倒也脱得洒脱 那你呢 我 我虽是太子 所向我爱上的 正是秦秋的白浅上身 我 秦秋 若有一天 有人夺走了你的眼睛 你可会原谅他 这天上地下 有谁敢夺走我的眼睛 若那个人是我呢 是你 是你 你要真是拿走我的眼睛 我跟你的交情 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几颗灯 你要记得 三日不灭 少一个时辰都不行 也不能用宪法保护 必须亲自盯着 我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小心谨慎的 放心吧 好好睡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